高温250度到300度之間 陣陣的熱氣傳出來 鐵爐裡烤的是土雞 以往要吃到烤雞 得到餐廳品嘗 價格要500多元起跳 現在有業者開啟烤雞店 熱烤15到20分鐘 價格低於餐廳業者 即可外帶回家享用 熱騰騰香噴噴的烤雞出爐 用手扒開雞肉 除了雞香味 還有juicy的肉汁溢出來 業者強調 現烤雞肉每隻兩斤半重的拳雞 主要經過中央廚房 先以中央廚房 再以舒肥法低溫烹調過雞肉 配送到店面 炉火高溫烘烤 保留了嫩香的雞肉味 大概生機下去烤 都需要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那我們中央廚房 先用舒肥的方式 將雞低溫煮過之後 一方面不會破壞 它雞肉原本的纖維組織 那二方面也用一些中藥材下去 將雞肉先調味 但我們門市端在門口的時候 只需要大概15到20分鐘的時間 那它可以就是更方便大家的購買 然後減少民眾的等待時間 搶工烤雞市場 業者選在今年三月份開店 沒想到碰到疫情外帶正行 帶動了烤雞銷售量 在政府推出三倍券 振興國內消費市場之際 他們也推出了搭配三倍券 即刻享有優惠價 就是也是為了響應政府的政策 所以針對消費券的部分 那我們也有做一個促銷活動 只要是民眾使用消費券的話 都是299的優惠 業者拼搏利多銷 要讓消費者品嘗高CP值的烤雞 除了推出三倍券的優惠之外 爆出在地人買烤雞 同享優惠 讓大家享用贖肥法烤雞 用美食犒賞武藏廟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土城採訪報導